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赵副校长 今天,赵副校长要和同学们分享一年级体育 我爱修行活动 这些都是马来西亚的传统游戏和修行活动 一,冲格 二,老五先生几点钟 三,玩陀螺 四,放风枕 五,踢剑子 六,跳飞机 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以下的传统游戏 一,冲格 二,老五先生几点钟 三,玩陀螺 四,放风枕 五,踢剑子 六,跳飞机 一,好,同学们来做以下的练习 第一题 冲格共有几个小洞 A,十 B,十二 C,十四 第二题 冲格是哪个族群的传统游戏 A,火族 A,火族 B,马来民族 C,卡达山族 第三题 冲格的游戏人数是几个人 A,一 B,二 C,四 第四题 玩冲格时 哪个物品不可以成为小洞里的棋子 A,石子 B,贝壳 C,图钉 D,玻璃弹珠 第五题 哪个不是传统游戏 A,老五先生几点钟 B,手机游戏 C,踢剑子 D,冲格 第六题 你知道这个传统游戏的名称吗 A,老五先生几点钟 B,踢剑子 C,跳飞机 D,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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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题 这是什么传统游戏 A,老五先生几点钟 B,踢剑子 B,踢剑子 C,跳飞机 D,踢剑子 D,冲格 D,冲格 第八题 当老五先生说几点时 他就会转身捉人 A,一点 B,两点 C,十一点 D,十二点 好,今天赵副校长就分享到这里 赵副校长希望同学们学习愉快 加油 拜拜 B, DA, B, B